如果现在抄底 应该选择压分还是爸爸呢? 最远股市回落 很多人都希望找低买的对象 今天找了契妈的方舟基金压分 还有下图是阿里巴巴作一个比较 因为大家都在2021年的前后差不多 压分在2021年的2月 爸爸在2020年底 大家都分别见了顶 压分就已经下跌了接近七成 爸爸就下跌接近八成从高位来 是否便宜就可以低买呢? 好的 女士先研究一下方舟基金吧 去年初美国科技股见顶之后大幅回落 经过一年的抛售之后 开始有分析员认为 压分的投资概念 仍然保持着积极的长期前景 因为技术可以帮助到整个经济 或者社会 稍后应该会受益于强劲的经营收入 并且会改善趋势 他们也认为看好压分是逆向的想法 因为现在市场非常淡 投资者可以关注这个 已经大幅受到抛售 而可能是超越未来表现的科技股 我这里做了一个合成图 这包括了压分和它 主要最后十大持仓 过去一年的表现 我按了一个一年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大概可以看到 过去一年来说 你看看压分跌了46% 其他十大持仓 包括这些T.Roku、Zoom 差不多跌了六成 然后其他几乎全部都下跌 只有一只TESLA就升了一半 50% 一只顶全家 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些... 大家知道我有个X降机 有时候考虑投资TESLA 基本上也不用看这些基本分析 现在已经没有人当TESLA是一家汽车公司 而变成了一家超世代的科技公司 买股票我觉得 只是为了找寻下一个认为值得更贵的投资者 什么样的 也经常听到不少人认为契妈可以一搏的 我又不太明白 为什么看到这么多分析员的评级 都是强力卖出 最近那些价格上涨 好像在玩耍傻瓜 看看能耍傻瓜 然后不耍傻瓜就跟着就算了 我刚刚看回来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淡 基本分析不足以支持刚才说的 那些十大持仓里面的股票的时候呢 我们试试用图表派去看吧 这个就是压分在过去 我们用星期图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 去到2020年2019年底 我们从见顶之后一直下来 其实我在大概这个时间 跌穿了50周平均时 我想大概在第3、第4季之间这只股票玩的 结果现在跌了这么多的时候 我们从9月开始下跌 跌穿50周平均线 其实现在它已经去到的情况 就是去到10周平均线反弹 因为这里短暂得很厉害 大家都知道那只鲨鱼那只ETF 我会看如果越过10周平均线 大概落到6.5 现在盘前落到6.4 它或者会策动到另外一个反弹浪 留意这是一个反弹浪 看回这两个走势 我们看月线图 周线图就看周收4.5 收市是否在66.5以上 是的,你刷开那些也应该要平仓 顺势夹夹夹夹夹 我们研究阿里巴巴 绝对是从一个价值投资的角度去看 不用这么科幻了 也是股神拍档梦格长时去投资 这只股票的基础 价值投资 分析员对阿里巴巴的投资评级 普遍都较为正面 有多少都是购买的 而且Seeking Alpha调查了46位分析师 31位持有强力买入的评级 9个认为买入 这些计划也有很多 我看个别看了 代表了87%的分析师 认为对股票持有乐观的态度 又看看评级 看阿里巴巴就应该有什么意思 看PSR这些 希望买入 希望买入阿里巴巴 一定会知道估值非常低 只看PSR的市销率 在上市之后现在是新低 股值非常便宜 关键的问题是市销率 就是看业务会不会大幅倒退 它仍然会使得市销率继续下跌 我们试试看图表 遇到疑难就去看图表 巴巴反弹 来到20周平均线 大概$121左右左右 左上角$121.06 暂时收到了昨天上去 然后又有很多获利 这些是过去一年 跌了一年 在20周平均线蓝色那条 它继续了一年 它能过得到 跟刚才刚才契妈的10周平均线一样 周收月过席有机会进一步反弹 基本和技术分析 我们刚才看了 似乎是阿里巴巴 比较有利 但爸爸面对的就是可能被 纽约交易所除牌的政治风险 这些是难以估计 你可以这么说的 纽约除了9988还在香港也有 对的 但因为这样可能就会有另外的沽售 如果股市进一步上升 这两个都可能是短炒的对象 相对而言 我想很容易吸引到 阿里巴巴应该稍有优势 因为基本因素会较好 大家研究一下 我会在Patreon版本里继续说这几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视频简介里面的Patreon编結 支持九哥 看我所分享的更多详细市场分析吧